盘点灰元的四对CP 灰元这个人因为身份特殊的原因 在柯兰里那么复杂的人际关系中 真意话题也是异常的多 正如他自己所说来自黑色队伍的背叛者 几乎就成了红黑双方争夺的焦点 而在期间就诞生了各种各样的灰元CP学说 当然无一例外都是自圆其说而已 因为在官方的设定中灰元是没有CP的 接下来就来看看粉丝们给灰元匹配的CP 1.柯兰 这一对CP的热度不用我多说了吧 在柯兰这个CP圈子里 柯兰和新兰历来都备受讨论 当然没有争议的是新兰是绝对的官配 热度的来源便是这两对是矛盾的存在 要么只有柯兰要么只有新兰 毕竟柯兰分身乏力不可能变成两个人 理智一点的粉丝还好说 极端一点的甚至还直接搞对立 曾经两对的粉丝关系一度十分僵硬 要么你就退出柯兰的CP圈子 要么就只有在小兰和灰元之间做出选择 但我们这种吃瓜群众表示 我同时喜欢两个兰的有罪吗 不过单看某方面的契合程度 灰元在有时候的确能高于小兰的存在 毕竟灰元是主线角色而小兰不是 在柯兰和球场陷入土豆的时候 能为他提供帮助的也只有灰元而已 他也多次向柯兰隐晦的表达出对他的好感 但是像柯兰这种纯情少年 就算懂得了灰元的含义也只有假装搞不懂 而很多时候柯兰也给予过灰元救赎 他就仿佛是灰元内心世界的一道亮光 将他从黑暗一点一点拉回了光明 相较变大后的新衣 其实灰元更清新于柯兰 在她的世界也许是把星衣和柯兰区别对待 因为她内心也知道 只有在柯兰还没变大的时候 自己才能和她并肩 而星衣的世界是属于小兰的 这么说吧 如果柯兰和星衣真的是两个人 那么柯兰绝对是灰元ZP的最佳人选 二是锦绣一 说来这一对也是历经波折 从刚一开始还以为是球场的谁来要灰元的命 也弄得灰元一直都对她恐惧满满 直到后来真想慢慢浮出水面才得以松一口气 两人的羁绊还得原油辉元姐姐公演明美 她是修一卧底酒场实习结识的女朋友 最后为了救赎妹妹倒在了勤酒枪下 而修一身份暴露返回美国后 除了继续追查酒场外 其实也一直在寻找着女友妹妹的下落 最开始和柯兰等人的接触同时也是在试探辉元 也不出意外的找到了变小的辉元 但自己的身份过于敏感 于是之后便借助假死事件 以充实某的身份入住宫藤江 因为来历不明也导致很长一段时间 灰元的恐惧 虽然她一直都很友好的和博士家来往 而经常会来这边送吃的过来 但灰元还是一直防备着她 直到之后知道了她的身份是姐姐男友 刺警秀一 那种安全感终于降临了下来 她对姐姐的那种信任慢慢转嫁到了秀一身上 因为酒场的贝姐已经知道自己弟子 曾经还差点为此丧命 秀一的到来无疑就是一颗安心丸 灰元像一个公主 而秀一则像一个骑士守护着她 曾经还直接对灰元说 祖上自己性命也会保护她的 其中肯定也有着对工业明美的承诺 三 琴九 这是一对素敌般的CP 仿佛琴九就是为了寻找灰元的存在 当然不是谈恋爱 而是亲手解决酒场叛徒 她对灰元的执念似乎已经成了她的心魔 这就是个让她爱之深恨之切的女人 官方其实也经常来称这对CP的热度 今年剧场版就是这二人的主场 秦爱这个看点的热度基本是持续不断的 从早期秦爱两人之间的恩怨纠纷 到如今又再次梦幻回归祖先剧场版 只能说把这两人的热度玩得一手挺溜 琴九回忆灰元裸杯的名场面 常常被粉丝们拿来恶搞 从一根短短的头发一眼就能看出来是雪莉留下的 可想琴九对她的执念有多深 不过估计也是一厢情愿罢了 在当时列车片得知灰元被炸死在桥上后 琴九脸上并没有洋溢出得意的笑容 虽说她极度冷血 但也许在听到雪莉死亡这件事后内心也颤动过 因为剧情里没有提到过两人的过往 所以粉丝们对他们的事迹也只能猜测 不过从各方面表现来看 琴九不说喜欢灰元但绝对是欣赏着她这个人 毕竟灰元从出生到现在几乎都是在酒厂度过 她的生活她的学识全来自酒厂一手包办 在琴九没有做出伤害姐姐的行为前 他们也许是一种和睦共处的共识生活 4.光艳 如果真要说谁真心实意喜欢灰元的话 那光艳一定是非她莫属 她从认识灰元后就一直喜欢着她 也许是她的外貌也许是她的性格 虽然这种孩童时期的喜欢都极其表面化 但经过大家诚实间的相处 光艳更加认定了灰元的为人 她想让自己像一个成熟男人一样去照顾灰元 但是年龄始终摆在那里做不到太过完善 不过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已经做到了最好 曾经还幻想和她结婚 尽管知道她可能并不喜欢自己 而克兰也对她说过 灰元绝对不是她能追到的女生 但她也并没有因此打退堂鼓 贤心者一个道理 我喜欢你与你无关 她并不知道灰元是个比自己大了足足11岁的女孩 她也不想知道对方是怎么想的 只知道在喜欢之人遭遇危险的时候挺身而出 这份珍惜也赢得了灰元的青睐 如果灰元本就小学的年纪 那么光艳多半会成为她的青梅竹马